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 我是老汤 以色列国防部宣称 步兵第84吉瓦地旅 在甘尤尼斯的军事行动中 摧毁了哈马斯一处训练设施 根据可靠情织显示 这座基地在去年10月7日 以色列预袭前 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了相关训练 吉瓦地旅传回的战情报告指出 部队在打扫战场时 发现这里不但有以色列军事基地 和村庄入口的模型之外 哈马斯也在训练场中 打造了简易的犹太社区建筑 就在尼征社区的周边 还发现了用水泥板遮掩入口的地道景 吉瓦地旅官兵为求慎重起见 更朝地道开了两枪 确保里面没有藏匿哈马斯分子 指挥官表示 部队在执行这次任务时 遭到为数不明的武装分子反击 除了清兵器之外 还包括了一些重型火力 所幸接战单位迅速联系装甲部队 以及空中支援 殲灭了多名哈马斯民兵 除此之外 部队也扫荡了一名 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的办公室 据说这个办公室主人来头不小是哈马斯加萨地区领导人新瓦尔的兄弟所有 宇军表示在部队到达后 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 但是从现场凌乱的情况判断 当时在场的哈马斯高层应该是仓促间离开办公室 因为室内有好几具来不及带走的反装甲火箭发射器 而且墙上还挂着一件巴勒斯坦救护人员的外套 宇军指出这是哈马斯分子的惯用伎俩 经常假扮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士 以便执行人力装备或武器弹药的运送和转移工作 不过从以色列国防部公布的影片来看 有些军事专家认为 这个办公室的性质可能并不单纯 因为室外还遗留下更多武器 包括明显使用过的炮弹弹头或是袖机斑斑的弹体 所以不排除这里有可能是哈马斯的一座小型弹药库 或者是自制军火的地下兵工厂 这在以军全力在尤干尼斯打击哈马斯民兵的同时 也有部分中东问题观察家对此地的局势感到忧心 原因是除了哈马斯之外 还有两支伊斯兰团体同样是以色列锁定的目标 其中一个就是在黎巴嫩南部电机的珍珠党 自从以它爆发冲突之后 珍珠党除了隔空声援之外 也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 展现对以军的坚定回击 对于自动送上门来的珍珠党 以色列的还击当然不手软 开始轰炸珍珠党在黎南的据点 借此证明以色列在扫党哈马斯的同时 对付珍珠党还是行有余力的 就在双方几乎天天跨境交火 紧张情况即将上升到战争状态时 美国积极的穿梭斡旋终于发挥作用 珍珠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 在7月12日这一天 珍珠党所属的武装部队展开了代号为诚实的许诺军事攻击行动 突袭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据点 打死了8名以色列士兵 这次袭击引起以色列政军高层震怒 立刻组织正义惩罚的行动作为回应 借以报复珍珠党对乙军的攻击 双方历经超过一个月的激战 终于在国际调解下成功停火 在这次冲突中双方都有不小的损失 以色列居民约有近2000人伤亡 珍珠党方面则超过7500人 据珍珠党宣称 无辜遇害的平民中 约有三成是不满12岁的儿童 虽然双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 不过分析家指出 经过这场战役之后 珍珠党得到伊朗很大的援助 并且提高了这个团体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实力 不但在黎巴嫩国会选举中 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主要派系 也是唯一拥有军事部队的一个政党 根据评估 珍珠党不但有武装部队 还有为数不少的民兵单位 加上装备精良武器先进 被认为是黎巴嫩南部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团体 美国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指出 出力估算 珍珠党至少拥有13枚火箭级飞弹 算得上是世界上少见的 拥有正规军训练 国家级装备的军事组织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间担心 以哈冲突的战火会蔓延到以色列北部 进入黎南成为新的战场 毕竟相比较之下 长期受困在加萨 又被以色列严加限制物资供应的哈马斯 比起真主党的规模 可就算是小屋见大屋了 当然以色列也很清楚真主党的底细 所以爆发以哈冲突之后 以色列国防军为什么要派部队增援北部边境 就是为了防止真主党趁火打劫 让以色列面临前有狼后有虎的双重危险中 而且严正警告黎巴嫩真主党不要轻举妄动 一旦安全受到威胁 以色列会随时发动反击 虽然真主党领袖纳兹鲁拉并没有对以色列宣战 但是真主党军队在边境上的武装袭扰 却没有停止的迹象 以色列对于盲刺在辈的真主党 自然想早日摆脱这个难缠的对手 所以在得到可靠情资的帮助下 索性先下手为强 在离难一处地点 锁定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塔威尔的坐车 实施精准的手术刀式斩首行动 直接断掉塔威尔 让真主党军队战时落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中 好腾出手来专心对付 还在加萨打游击的哈马斯武装民兵 只不过以色列反抗运动成员中 还有一支在反以态度上 立场最为强硬的派系 这支派系就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也被公认为是仅次于哈马斯的第二大团体 综合各方资料介绍 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巴勒斯坦最极端 也最不容易妥协的武装派别之一 虽然和哈马斯经常有武装行动上的合作 却因为长期以来对战略意识形态 和人际交往脉络上的不同 在严格意义上来讲 属于哈马斯的竞争对手 这支活跃于约旦和西岸的团体 最大的特点在于 拒绝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平进程 而且在取得对以色列战争最后胜利的 剥划上早有一份蓝图 认为要完成胜利计划 就要建立一个横跨以色列 约旦和西岸以及加萨的伊斯兰国家 至于在武装行动上 伊斯兰圣战组织也和哈马斯的作风大不相同 哈马斯偏好大规模动员 但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更愿意保持秘密的组织机构 也没有哈马斯绵密又广泛的福利救济网络 而且几乎不参加大型团体或政府的行政或其他工作 虽然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显得低调又神秘 但是一般相信 这支民兵团体具有相当程度的武器装备 而且具有操作和发射火箭弹的能力 武装人员的数量预估也有上千人 据称在哈马斯骑行以色列的当天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调集了好几百位民兵共同参与 并且带走了十多名以色列人质 由于这个组织的行动一直以来都很神秘 目前也没有确切的数字 可以确认在这场持续四个月的战斗中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战损情况 顶多在以色列军方公布的消息中 偶尔可以听到歼灭哈马斯成员以外 还包括几名圣战组织民兵 而且比较明确的消息是 圣战组织辖下的圣城旅官兵 应该还有支援哈马斯在加萨地区的城镇战斗 算得上是哈马斯的友军之一 这三支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各有各的武装实力 表面上这场战争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仇恨 但实际上却是三个伊斯兰派系和以色列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 如今以色列除了要清剿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之外 还准备向黎巴勒南部的郑主党开刀 战局究竟会如何发展 会不会把各自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和伊朗拖下水 答案不得而知 万一战况持续扩大 或许美国和伊朗也很难置身事外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